第四十九集 原本的那份自信 此时也是丧失大半 虽然有一些随从 回过头来了 却像遇到猛虎的恶狼 只是吃牙咧嘴 最终不敢冲锋向前 而李世民的部下 却不是这样 李世民喊声出口 越马向前直奔宋金刚 他身旁的大将 猴巡旗驱途通道 像赛宝一样 一边齐声喊着冲 一边策马紧追向前 那些本来疲惫不堪的士兵们 见将帅如此 一个个精神大振 杀一顿生 举起长矛大刀 就发狂似的冲向敌人 杀喊声震天动地 一时间 仅仅几千人的唐军 如汹涌的乌云 向宋金刚 这只领头的孤雁压来 征战一声 从来不怯震的 宋金刚见了 也是大吃一惊 回头喊一声 撤啊 再不敢交战了 拉回马头 向雀熟谷 北面的出口逃去 李世民见了心中大喜 冲啊 杨鞭策马紧追上去 唐军见敌人窥逃 精神更是大振 争先恐后地往前追杀败敌 北面的谷口 狭长而细小 宋金刚的三万之中 为了逃命 自相踩踏 死伤不少 李世民一马当先冲向敌人 就像 屠宰 猪羊一般 一阵的猛坎烂杀 侯军几等一干大将和士兵们 也是毫不示弱 挥刀五枪 对着只顾逃命的敌人 杀得欢唱 一时间啊 只听见哀嚎变骨 血飞肉剑 惊得还没来得及逃走的老鼠 也发呆地站在原地 不敢再动了 睁大着戏圆的眼睛观战 挨多亏了宋金刚的马快 领着不到一半人 逃出了雀熟谷 直奔戒休 李世民率领部队一路地跟踪追杀 到戒休三十里张家铺的时候 李世民还要上前 但是侯军几给拦住了 元帅 如今宋金刚进了戒休 一定会在那里经手 我们不如在张家铺休长一天 带大部队来了 再攻戒休 李世民看了看 疲惫不堪的中奖 又看看累得快要倒下的士兵 这才点头答应 带着这群疲惫不堪的队伍 缓缓地来到张家铺 张家铺早就被唐军占领 为了防止宋金刚的席战 李渊派了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 张德正两员大将守卫 宋金刚虽然说 还有败兵两万 只因为李世民在后面追得太紧了 路过张家铺的时候 也不敢前去攻城 樊伯通 张德正两将 刚得报 宋金刚的兵到了 急忙披挂上城 让军士们准备好弓弩 拥接敌人的攻击 可谁知啊 宋金刚的军队 却远远的绕城而去 这二位将领 惊疑地走下城墙 命令属下注意监视宋金刚部队的动向 而正在这时候 又闻到唐军到来 这二位将领 听了赶忙再次登上城头 举目看去 哎呦 但见城下的军队 一个个诬斜染身 面目全非 根本分不清是什么军队啊 又见军前一人 五高五大 战袍撕裂 头盔丢弃 浑身是血 沙哑地喊着 樊张二将军 快开城门 樊伯通 曾经是李世民的幕僚 因此听到声音 感觉似曾相识 但就不敢确认 便高声问道 来着何人 快报上名来 李世民视野 李世民本想大声地回应 可是声音有些沙哑了 樊伯通听了 更不敢敞开城门 李世民见了 丢了长剑 拖去铠甲 樊伯通一见 哎呦 果然是李世民 于是下令打开城门 自己亮枪 跑下城来 见到李世民 高兴地又哭着 又笑着 秦王已经是三天 没解解脚 两天水米不沾了 侯军吉也是声音沙哑地说 樊伯通听了 双膝跪下 喊着泪水 秦王如此艰难 微臣军师们外事 在罪给万死 哎 不知这不为过 我等个个都弄得秘武全非 自不认识 何况他人 何罪之有啊 樊伯通闻听 白亦敢交集 吩咐军师赶紧准备酒菜 为劳李世民 全军将士 李世民进了一点粗食以后 来到樊伯通府中 不等解下卸甲 便到头睡了 等好酒好菜送来 怎么也叫不醒了 樊伯通泪流满面 让人在睡熟的李世民身旁 摆好酒宴 喝退左右 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候着 等待秦王的醒来 话说宋金刚败退戒修 本来让守护戒修的御师静德 与寻相一道同自己北逃 结果没有见到李世民追来 这才安心地吃了一顿饭 他一辈子征战沙场 遇到强敌无数 但却从来没遇到像李世民这样的凶狠的虎狼之事 如今一败再败 这才想起内使令 怨君张 当初对他说的一番的话来 唐竹去一周之中 只去长安 所向无敌 其军队之勇猛 非一般可比也 静阳以南 道路险爱 孤君深入 无济于后 若近战不利 何以自还 不如劝皇上 北连突厥 南结唐朝 南面称姑 总为长策 回想起这一番话 宋金刚不觉得长叹一声 嘿呀 回不该成一世之勇 劝皇上与李家来争天下 如今溃败如此 定难有重振之欲 杨家随朝天下 必为李家唐朝所统一 说完 又得御师静德说 我眼下并不如此 没有颜面去见皇上 只有北去上古 连若突厥 若得突厥相助 或许可以重振河山 以报皇上的知遇之恩 我走了以后 皇上的江山就有劳将军守卫了 御师静德听了 说道 突厥全无人意可信 只是择强而为其所用 如今败兵去求 必不肯答应 我看 宋王还是不去为好 哎 我与突厥相交甚头 更何况 眼前只有此路可行 我一一决 大将军不必再去 御师静德是一个忠肝义胆之人 与宋金刚相处以后 深得到他的信任 心中早就存着感激之情 见宋金刚 为了重振旗鼓 执意要去 想到沿途风险危急 便说 既然如此 我 愿随宋王一道前去 途中间陷 彼此有个照应 不必如此 你与寻相就留在此地 能守便守 不能守 便即刻往北南与我会合 交代完毕 宋金刚连夜北去上谷 果然如御师静德所言 到了上谷以后 突压见他残兵败将 人又傲慢 不久便将他擒住 腰斩于世 弃尸也外 可叹宋金刚啊 本来是一条钢铁般的好汉 却因为相信突厥 惨死在北末荒野 于是静德听说宋金刚被杀了 大喊一声 哎呀 宋王 而后 带着两名德力随从前往上谷 为宋金刚收尸 李世民一叫醒来 天色大亮 闻着酒肉香味 跃然而起 与樊博通点点头 一番狼吞火焰以后 有了力气 换了盔甲走出门来 但见 寒雪 梅中进 春风柳尚归 李世民不觉得精神大振 问番伯通 将士们可都安心了吗 都用过餐了 安心了 我已经令守城之兵 四处加强守卫 啊 不知借修情况如何呀 都打探清楚了 宋金刚已经带领千余旌旗 往北而去 他的部下逃走过半 如今 借修城 由玉石静德守卫 城中的守兵 加起了仅有两万余重 这个玉石静德 他曾经与宋金刚男亲的时候 连线我晋会二周 后来 在下县又生前我王孝基 孤独怀恩 唐贱等大将军 是啊 这个玉石静德 曾经杀死我不少唐朝大将 如今 他已经是一只困手 等仲将士整整休息日 一定要攻下戒修 杀了于是静德 他可是冤盟将 我虽然恨他 但却真不舍得杀他呀 更何况 戒修城里 还有两万精兵 若能为我所用 一定可增加我军的实力 兵书有约 不战而屈人之兵 唯上上之战 秦王 有如此凶坏 实在是玉石静德等人的福气 现如今 要招降玉石静德 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好 总管可有妙招 若蒙秦王信任 微臣 愿意单枪匹马 前去说服 玉石静德归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